二手車行的門口呢 白色轎車駕駛跟業者發生的糾紛 警方或抱前來處理 但雙方還是你一言我一句 吵個不停 原來是因為呢 白色轎車微停在了車行門口 擋住了去路 被勸阻後 女駕駛又不願意離開 雙方才會發生的爭執 來看一下警方當時的到場畫面 而事發在北市內湖區 提鼎大道二段上 9號下午兩點多 二手車行業者跟警方說 勸了好幾次叫駕駛移車 但駕駛就是不為所動 甚至說紅線又不是你們家的 業者受不了事後報案 但得知報案之後呢 駕駛一度想要離開 由於業者擋在了車頭前面 業者就覺得被衝撞了 不過警方到場後告知了雙方權益 雙方卻說都不想提告 因此衝突事後也算是不了了之